好的 主持人 台美关系在台湾来讲 一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这一次台湾的议员跟美国议员 组成台美议员的联谊会 我觉得它从四个角度去观察 那第一点呢 跟美国发展关系 这是从1949年 政府到台湾来以后 其实非常重要的一点 因为当时的安全完全是依靠于美国 那一直到现在为止了 那两岸关系又搞得非常的紧张 所以很多包括民进党在内 甚至包括国民党 总是认为说 美国可以给台湾提供相当多的 保障的一些措施 我想这是第一个整个大环境的因素 简单来讲 在台湾大概没有一个政党 是不亲美的 所以当美国愿意说 组成一个台美的议员的联谊会的时候 其实不只是民进党 包括国民党 也包括民主党或其他的小党 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说拒绝的 我想这是一个环境的因素 我觉得第二点呢 由于台湾跟美国之间 并没有所谓的外交的官方的关系 所以议会的关系就变成非常的重要 那第三个呢 就是美国现在的要抗中 所以换句话说 他要高度的拉拢台湾 而台湾呢 在整个现在民进党所主导的 跟大陆处在一种敌对的状态情况下 他更加的需要美国的一些保护 所以这时候在美国的主动一摇护之下呢 非常高兴的 赶快就组成了一个台美关系的联谊会 那第四个呢 就是现在民进党是一个 是绝对在立法院里面 才有绝对的多数 所以这一次呢 是由民进党的议员来主导 所以民进党的官方呢 也基本上给他高度的一个支持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次基本上 在台湾其实没有引起多大的波烂 而某种程度上 国民党呢 或者其他在野党 也不会做任何的一个质疑 换言之这个美国 当然也是他最大的一个收获 就是从此以后呢 跟台湾的议员之间 有一个固定一个联系的管道 那对美国来讲 这是一个象征性的意义 就对外来讲 是台湾是百分之百的互从于美国 这是我们来观察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切入点